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备受争议的UBER 上个月才暂停营运 不过现在台北市有业者 推出Local版优步 民众看法却很量级 可以啊 就是市场机制嘛 可能还是以小黄 会不会以小黄为做 一样用手机APP轿车 台版UBER起跳金额和小黄一样 都是70块 行驶1.25公里后 每200公尺跳标5块钱 一个月最少也还能多个 1万到3万块的收入 还不错啊 所以也像是帮自己加薪嘛 比UBER更合法 车款也升级 总共有商务款 通用款和旗舰款三级 收费方式也分 离风 尖风 甚至平日假日都不同 假日来讲的话 一般它的用车量会比较大 它有它不同的用车时间 跟人数的考量 实际试程 从明泉东路六段到大湖公园 大约6.6公里的距离 一般小黄车资大约220元 不过台版UBER 平日尖锋时段1.2倍 车资瞬间贵了44元 现在为了要吸引民众体验 祭出首次轿车限迪50块 叫不到它的想要的车辆的话 合法UBER能不能持续进行 这是一个问题 再来看传统计程车 和多元计程车的比较 少了车顶灯 也没车身颜色限制 唯一的共同点 只有车牌保持白底红字 当年建车要坚持同一个颜色 是为了民众安全 那你现在因为UBER的冲击 所以你开放了不用黄色 那这个到底有没有保障到民众安全 选择 价钱和乘车舒适度 看你要怎么衡量 东森才能新闻 刘嘴藤 传岳平台北报导